这才是能带提式的香蕉 这是掉香蕉堆里了吗 这个回餐好慢 这个黄瓜也好好玩 其实吧 我就是为了一个蛋糕来了 买到了 但是只有一个蛋糕真的太淡调了 我准备去荷莉拉再买几个 从这个联名款开始 这可是我从七桌八提回来的 这个胶带就像创可贴式的东西 也是可以吃的 说是糖皮 然后这个巧克力的 它像一幅被标起来的画 我有点不忍心破坏这个艺术品 但我还是要吃的 这个里面是香蕉味的加鲜吗 第一口下去是很甜的那种 巧克力脆壳 这个灰色的 说是也能吃 这翻糖皮 我主要是想把这个香蕉从上面拿着 做的真的是挺逼真 它背面就是没有香蕉的装饰了 这才是能带皮式的香蕉 它是有巧克力 慕斯 奶油 还有巧克力的脆香味 还有巧克力壳 组成的一个香蕉 拿在手里画的特别快 别咋的 露露一首画 这个甜度真的有点高了 这个是刚好碰上出炉的串串 买的时候特别开心 回到家特别的打脸 因为它没有料凉 就是被包装了一五 它就出那种湿气雾气了 就软了 不要看它小啊 真的是无脏俱全 你看它上面是美乃鸡酱 然后下面是肉松 还点了一块培根 而且它的层次 你看真的还挺不错的 热量炸弹 这个是三角脆皮软蛋糕 其实也出了挺久的了 连开口的方式都和那个三角巧克力一样 这里应该是黑小福斯巧克力八大木糖 巧克力脆皮 那真的是跟那个瑞士巧克力好香 好精致啊 这个树树掰开就行了 好像换不到 依旧是碰到手就会画的那种巧克力颗 八大木糖吧 有点儿酱雅 而且可能是因为冷藏过 它那个八大木碎 坚果碎 它都是软了的 空心麻薯包 我感觉这个买回来加奶油应该挺好 酥到吊渣渣 但这个咖啡味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它有点炭烧的那种感觉 内边是那种甘酥的那种 和我往常吃的那种麻薯面包还是不一样 这个其实是他们家的老款 好像叫奶酥甜心吧 十五年一个 里边的菜儿永远像奶冻 内边是一种奶酥的皮 柔软有支撑力 而且很湿润 头肝也不错 反正这个面包就是 十五年你买不了吃费 买不了上当 而且是很经典的 时间很久很久的了一个面包 好了 今天有一根香蕉引发的测评 就这么多 拜拜 有凉面款的时候我会再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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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